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刘兆豪 做二 昨天协助台东地区农会帮助台东市家行销日本 驻日代表谢长廷 又二 力挺台东农产销日 途刘兆豪办公室提供 分享 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刘兆豪协助台东地区农会帮台东市家行销日本 向农委会争取150万行销经费 首次让台东大幕市家销日 刘兆豪说 台日关系向来友好 应让台东美味水果在日本也享用得到 感谢台东地区农会团队的努力 让台东市家可以进入日本市场 更感谢驻日代表谢长廷的帮忙 协助市家成功销日 台东地区农会表示 市家保存不易 透过与专业团队合作 将带完熟的市家以零下50度C急动外销 解决了市家过亦软熟不耐处运问题 透过刘兆豪向农委会争取资源 解决行销问题 以台东大幕品种为主 首批焦日5公吨 这是对农民最大的鼓舞